学生党们,你的假期余额不足了这件事很重要 学生们陆续开始前往学校 按照相关规定 铁路旅客列车学生票限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和动车组二等座使用 购买普通旅客列车硬卧室,应当补收票价差额 优惠乘车区间限于家庭至学校之间 大中专学生平附有加盖院校公章的减价优待凭证 学生证等证件购买 新生平录取通知书员件基本人身份证 就可购买学生票 针对在12306网站购买的学生票 铁路部门提醒 在取票时,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学生有效身份证件的元件 订单号和付有学生火车票优惠卡的学生证 导车站装有学生优惠卡识别器的售票窗口取票 请不吝点赞订阅